各位好朋友都知道 英特尔最新的低功耗N系列所有的CPU 只有很少的9条PCIe通道 我们以前测试过的小主机 设计使用这些通道时 总感觉捉襟见肘 而今天有一台小主机 几乎是从尽所能 最大化的利用了它们 它有4口的2.5G网卡 还有5个M.2 PCIe NVMe的插槽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N100CPU的 全闪静音迷离服务器 麦云达M1Mini 全铝金属机身 麦云达M1Mini 外形就长这样 不过它是有两个版本 不同之处在于NVMe SSD的安装方式 这是Pro版 使用了快拆盒的安装方式 可以非常方便的更换和添加SSD 这是Plus版本 打开底盖 也能方便更换和添加SSD 这两种NVMe SSD的安装方式 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不管是Plus版本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说明书 这块电源是12伏5安 总共60瓦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全铝金属机身 入手冰凉 太有分量了 非常好看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USB3.2A口 双USB2.0接口 TF卡插槽 后面板 双USB2.0接口 HDMI2.0接口 DP1.4接口 4口IR6缸V2.5G网络接口 12伏电源接口 打开前盖板 我这台麦云达M1 Mini是Pro版 这里有4个NVMe快拆盒 按顺序使用 而且不能热插拔 切记切记 咱们把快拆盒取出来 看一看它的结构 也是金属的 这响声清脆带进 卸下4个脚垫 打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 硬盘槽上面有一个风扇 用来给M1 Mini散热 硬盘槽下面 看到一个单内层插槽 和另外一个M.2 PCIe NVMe的插槽 所以一共可以安装5个 NVMe SSD Pro版厂家建议不要更换内置的 DDR5内层和 NVMe SSD 因为不容易拆 如果想购买准系统 建议 建议Plus版 可以自由安装内层和所有的SSD 找一个NVMe SSD 安装一下 快拆盒里 预装有一个散热胶 卡座可以滑动 意味着可以安装 22110的 企业级的 NVMe SSD 也可以安装 2280的 NVMe SSD 装好了 注意这个缺口 一定要顶到位 卡住 上盖板 对齐孔位 装上螺丝 插回硬盘笼 BIOS里 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 安装外置的快拆的 NVMe SSD 一定要至少装两块 也就是NVMe 1和2 要一起装上各一块SSD 否则咱们的小主机 识别不了硬盘 这两块是我添加的硬盘 下面那个128G是类置的 别问我是这么知道的 试错了才知道 BIOS里 我们能看到PLE的设置是20W 这里可以设置 来电启动的模式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性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跑载了16W 整机功耗33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 2.9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5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6W 时温2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7度 SSD温度最高45度 CPU-Z 多线程1311.3 单线程385.1 接近N100的最好的成绩 Gagabin 5 多核2881 单核1009 进入了第一梯队 DDR5内程 比DDR4发挥要好点 排在更前面的是 板载LP DDR5内程的小主机 Gagabin 6 多核3273 单核1241 接近最好的成绩 Gagabin 5和6 这两个测试 最优的是 板载LP DDR5 6400MHz 其次是 DDR5 4800MHz 差一点是 DDR4 3200MHz 内程频率 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Cellibent R23 多核303 单核929 多核成绩 排前几名 非常好 Passmark 多线程 6170 单线程 2058 上了6100分 真不错 综合上面的比较 麦云达N100 在所有的N100产品中 性能排在前列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16982 CPU得分 179676 我们还给N100 运行OpenW测试 AES 538634 XX20 289383 Coremark 10222 Coremark 超过了10万分 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花质 最后大成战 最低60伸左右 也能玩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满足HDMI2.0标准 DP接口输出 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 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类置硬盘测试 PCIe 3.0 NVMe SSD 800度照逼 这就是M.2PCIe X1 MME的速度 添加外置的硬盘测试 800照逼 我是3.0X4的盘 只能跑出X1的速度 Intel I26刚威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这台麦云达M1Mini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16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5W 待机最高功耗才13.4W 按这个结果 60W的DC电源能搞定 时温2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度 SSD待机温度最高的一块 是45度 FPU单考的噪声 接近52分贝 收回在耳边 42分贝 麦云达M1Mini N100小主机 16W的功耗释放 性能非常强悍 在我们测试过的 所有N100小主机中 排在前列 散热非常好 静音也很稳定 全金属机身 厚重扎实 而且也太好看了 接口就直接顶到最高了 9条PCIe通道 给了4个2.5G网卡 5个NVM1 而且还有一个USB3.2 去年有一台 N305没有USB3.0 全是USB2.0 可是被喷了好久的 这次亲近所有 全部用来满足网络和存储 用到了极致了 外置快拆盒 安装NVM SSD 好看是肯定的 好不好用 见仁见智 毕竟不能像机械硬盘那样热插拔 失去了一定的方便性 Plus版那样拆底盖上SSD的方式 也肯定有很多人喜欢 而且Plus版有准系统 更有性价比 总结一下 曼云达M1Mini N100 以出厂16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强悍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完美 全闪存 服务器可以有很多玩法 NVM SSD 也比机械式硬盘炒豆子的声音 安静多了 这是以后家庭网络服务器的未来 外形设计确实漂亮 做工也好 从各方面来看 这是一台优秀的迷力主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